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凡股市周报 过去这一周终于迎来了一个上样性的反弹 台北股市在破底之后往上翻 台北股市的破底危机真的已经化解了吗 而看到了在台积电带领台股往前冲的同时 到底台积电涨炸的利多能够反应多久 而有谁能够跟着受贿 而电动车当中看到了得电池者得天下 到底电动车当中现在发展到什么样的进程 而谁才是王道呢 全世界都在关注联准会有可能要提前缩表 那如果9月中真的展开缩表的行动 那到底从现在到9月中 还有9月中以后全球的资金 全球的股市又会怎么走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专家 首先来欢迎的是李冠青 冠青你好 小玉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欢迎的是苏建峰 建峰你好 小玉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过去这一周台北股市的反弹 的确在周线当中呈现了红K棒 而这根红K是不是真的能够化解了在短线上的趋势压力 看到日线图当中往上来进行反弹 而在落底之后的往上惊高 那量能的部分是不是也会出现了一个带量性的往前功 我们就要从今天在整个大盘加权股价指数 往上攻击的力道情况之下 到底这些利多利空的因素在未来会怎么反应 首先来看到的当然还是在联准会的状况 联准会呢 当然最近在开会 大家就是说到底这些所谓的主席们 还有各分行的这个理事长们 他们对于整个未来要升息跟要缩表的看法 那联准会的一个这个达拉斯的总裁卡普兰呢 他意外的微调他的论点 他的意思是说现在的确他的看法是平派 他认为应该要赶快收资金 但是如果真的疫情Delta的变种病毒 干扰了美国的经济复苏 那他可能会微调他的鹰派观点 所以就这样的趋势论调来看 有没有可能改变大家现在对于 要提前的缩表这样的预期呢 冠青 我想这很有意思啊 事实上呢 当然卡普兰是最鹰派的 事实上第二个鹰派也是一直每次出来讲 一定要缩表 要tape的这个 这位人凶叫做布拉德 我今天特别去查了一下 布拉德明年才有投票权 卡普兰呢 要到2023年才有投票权 所以这一次他没有影响力 他们理论上他们可以去喊这些东西 当然影响别人 但是他自己是没有投票权的 所以呢这很有意思的就在这里 说真的有投票权的 反而是比较哥一点的 当然就像主席嘛 他们他们是他们绝对是这个 现在看起来是说比较 应该说比较偏于比较温和派 不过也是看到这个新闻就在于说 好像现在Delta病毒出来之后 美国的确诊人数升高啊 升高之后呢 似乎是不能说 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再去缩表 或者是怎么样 你讲就是说tape的这个 这个他缩减购债的情况 会不会使得人民的生活 本来好不容易开始回归到正常轨道 然后又开始往下走呢 我想这可能都是持续观察主要重点 不过他这个部分可以讲到说 事实上如果说 因为是缩表完之后 应该说这个应该说减少购债之后 接下来下一步才是降息嘛 所以如果要等到 对升息 所以要等到升息的话 我想很可能还是 如果说这种情况之下 或许还会再延个一季或两季 那如果说这个时间点可能会往后一季到两季 那对于所谓九月中之前跟九月之后的台股 你怎么看 我想只要没有缩表 只要没有升息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包括我们的央行也有提到 我们央行告诉你说 如果我们这个 如果美国没有升息 我们就不会升息 如果资金在持续这么宽松情况之下 事实上呢对于股市而言 因为毕竟 钞票印的很多情况之下 我想股市往上走的机会 或许还是会比往下走机会还要高一点 好 那我们看到了虽然台湾央行 已经出来说明了 说我们不会比美国早升息 意思就是说 美国可能如果六代明年要升息的话 台湾的升息时间点绝对不会比美国早 但是有人比美国早了 而且是亚洲主要的经济体之一 谁 南韩 南韩在本周 上周已经意外的出现了突然新的升息 升息了一马 开出了亚洲的第一枪 而这对亚洲的资金流放来讲 会不会有一个紧缩的作用呢 好的 基本上来讲话 南韩它开出了亚洲第一枪嘛 它升高了 负买回利率升息的一马的一个水准 那原则上来讲话 这还是算是一个微调 当然啦 如果以南韩而言 它会在这时候来去做个升息的情况来讲话 代表说 它担忧后面的一个经济 通膨过大 通膨过大 造成说它的一个金融上的话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已经超越了他们对于一个疫情的害怕 所以它才会在这时候先去选择一个升息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认为说 原则上来讲话 它这升息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所以你说 它真的要去冲击到一些股市的资金等等的话 我觉得那还是有限 因为 大家可以看到 现阶段对各种商品的需求 其实算是非常的强啦 那原则上很多公司都出来喊话 都至少都到明年的嘛 所以我认为说 循序式的一个升息 或者说你循序式的一个紧缩资金来讲话 其实对于一个股市而言的一个动能 并不会影响到这么巨大 而且说真的 这个升息 或者你说年底开始紧缩资金来讲话 这个已经是预期了 那预期这种事情 其实对整个金融市场就不会造成有一个过大的影响 所以大家的话是不用太过担心的 好 不过很多人会把南韩跟台湾拿来做比较 那会不会南韩收资金 然后呢这个南韩的货币也出现变动的同时 那市场上外资在亚洲市场当成付居 往南韩去而不往台湾去 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这样应该是不太会啦 因为它本来在一个全 例如说外资的热钱好了 它本来就是一个全球配置的一个情况 那它既然做个申请 当然它或多或少会吸引到一些汇率 汇率会有影响 但是这个热钱 你说是前进股市的热钱来讲话 我倒是觉得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那现阶段反而是要特别留意就是说 你说美国紧缩资金 大家现在是预期他们是在年底 年底要开始去缩减一个购债的金额 一个缩表的一个动作 那原则上来讲话 只要这个预期 大家已经预期到 而且说真的 它这个预期也造成股市 短线上金融市场上股市也有动荡过了 那如果说真的发生好了 其实我觉得对股市反而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股市都是要看未来 那原则上预期这种事情都不会有影响 除非是一个非预期的事情 例如说好 它真的升起 不是升起一码是升起两码 那可能我就会对于一个资金的动荣 或者说对于股市的一个状况 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动荡 好那接下来这个因素是从 预期变成已实现 那就是当冲警示新智正式上路 上个礼拜五上路之后 有如大家原本担心的 真的会抑制当冲抑制量能吗 冠青 那我认为多少会意识到 因为很多人可能是 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是说 这个交易所出来解释 说真的是担心过头 因为它其实当冲列注意股 大家都知道 它说是平均 应该说当冲比例占比60% 那今天新闻有列到 说它有列了17档股票里面 都是一些热门股 什么新唐 阳明 康普 这些都是过去非常热门的股票 可是呢 大家没有看到它复注条件是什么 如果说接下来要处置的话呢 好像这它列到这17档股票里面 都没有任何一档符合处置的一个情况 因为它说要处置的话呢 就必须要怎么样 在好像是几天之内啊 就必须要涨了30% 百分之多少 这个老实说最近的股价走势 你会发现到 最近都是涨一天跌一天的情况 好像都不会符合 所以我想可能在心里面的一些 这个影响上 会比实质面影响还要多 不过的确没有错啊 因为它既然这样子的意思 这个政策一出来 它就是希望你少当冲一点嘛 对不对 不管干嘛出这样的政策呢 所以在短期之内 我想我们看到 在礼拜五就很明显看到 这些被影响到的股票 像是新唐 新唐其实前几阵都是涨一天跌一天 涨一天跌一天 礼拜五的时候 它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 一个做一个比较明显的回档 当然这些量呢 如果慢慢的缩下来的话 会不会使得它股价 比较有办法回归基本面 甚至让投资人有机会 在比较低档来做一个进场 我想都是值得观察的重点 好张教措的每一 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稍微 冷静一下下 稍微减少当冲的这个比例 可是呢就像冠青刚才讲的 只要你的价格 不要过度的波动剧烈 所以就算你被禁止 也就会最后不一定 也会进行处置这样的状况 但是如果这样的交易心智 也许会影响到各股的成交量 影响到当初的成交量 那会不会影响在台北股市 这一期量缩的情况持续 那如果是这样的量 能对台北股市要反台来讲 会有一点折扣吗 的确没有错 大家都知道这个老手都有最清楚 没有量就没有价 其实应该说在礼拜五 很明显的看到量能缩下来 事实上礼拜四就缩下来了 那当然这种情况下 会不会慢慢就适应到 因为呢毕竟 我想刚刚讲到了 很多人对这个交易的制度 还是有误解 因为呢 事实上处置的方式 还是跟之前的处置方式一样 只是呢 如果你符合这个几个条件之后 处置的一个时间会比较长 就类似这样子 所以相较之下 我想或许呢 应该说本周 应该说上一周 大家可能比较不适应 可是下一周 慢慢的我个人认为交易量 还是有机会慢慢的往上走 但是有没有办法 像之前冻砸五六千亿的话 我想这可能性 可能就是比较低一点 好那量缩反应出来 除了对于新智的担心之外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经济的复苏 现在大家在担心 Delta病毒的肆虐 会影响到经济复苏的脚步 美银证券甚至认为 下半年全球有可能会出现 所谓快闪失的经济衰退 什么叫做快闪失的经济衰退 而美银的担忧又在哪里呢 好基本上来讲话 他所谓的一个快闪失的经济衰退 来讲话 他就认为说 在下半年的话 可能会出现 经济短暂的产出下降 那经济衰退 通常他是指说什么连续两季 连续两季衰退来讲话 就是属于一个经济衰退情况 那美银就认为说 在这下半年来讲话 有可能出现这样状况 原因是什么 债券殖利率下降嘛 代表说他不看好未来的一个经济的前景 那再来呢 他提出说 最近的原油跟铜 报价分别下跌了 我记得是16%跟13%左右 十几%左右 他担忧说 这些大宗商品是代表经济活动嘛 因为经济活动越好的话 这些大宗商品都会上涨 但是他担忧说 现阶段你看都回撤那么多 是不是未来会有一个经济衰退的一个现象 那第三年他是认为说 一些中小企业 他对于这些收益需求 比较敏感的情况下最近都是在呈现下跌 例如他提出的是罗素2000 2000的指数最近也是下跌8%左右的一个情况 那不是 但是我认为 我认为是说 他的担忧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是对的 因为在这现阶段来讲话 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产业 他产能其实都是满窄 所有电子需求或者说车用等等的话 他的需求都是满窄 但是他们现在面临什么问题 缺料 他如果缺料来讲的话 第一个也会造成成本上升 第二个他东西做不出来嘛 所以这个产出可能 就会有一个短暂下跌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认为例如说原油跟铜这样的回撤来讲 我觉得是合理的 因为在这去年一年多以来呢 其实原油跟铜的报价真的涨太多 我说真的涨太多 他就算是一个事实的一个拉回 回撤休息 我觉得都是很合理的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有可能在这第三季来讲话 产出稍微下降一点点 但是我认为说现阶段对于一个所有产品的一个需求 还是非常强的情况之下呢 大家也是不用太过担忧了 因为他最主要这个他讲快闪式经济衰退 听起来好像很吓人 但是他只是说这是一个短暂 短暂的经济的产出的下降而已 所以大家是不用太过紧张 不过有一些产业趋势却是确定已经往上走扬了 在半导体当中 尤其是台积电在过去这一周开出了涨价的第一枪 虽然这个消息没有获得公司的证实 但是从供应链当中所传出来的力道 似乎叫的涨价确实的情况之下 那对于台积电 接下来毛利率跟营收的贡献 还有谁有机会被他带动 也有涨价的可能性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再来追踪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